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请看《大经科著》第408协 《大经科著》第408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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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六道輪迴的真相 未有出現六道輪迴 誰都不能行面子 這個事情我們經歷了很多次 對這件事情永遠無法解脫 所以叫勤苦 欲除生死苦果 當拔其根 這個就很重要 為何會有生死呢 生死是果 它又有因 如果我們知道它的因 將這個因拔除了 我們便能夠脫離到六道輪迴 永遠離開生死苦果 誰能夠幫助我們呢 佛能夠幫助我們 特別是諸佛之中的阿彌陀佛 我們不能夠不知道 不能夠不重視 它的根是甚麼呢 生死的根就是煩惱 賤師煩惱 陳沙煩惱 無名煩惱 無名煩惱 不但煩惱 亦是迷惑 因為迷惑 才生起煩惱 如果覺悟了 煩惱便不會生起 自然便會斷除 自然便會斷除 斷進這些煩惱 這就叫做 拔諸勤苦生死根本 這三種煩惱 這三種煩惱 能夠將見思拔取 見是見解 思是思想 這個見解是錯誤的 思想亦都是錯誤的 你能夠將錯誤的見解 思想放下 這就叫拔除 見思煩惱 真的能夠拔除見思煩惱 你就叫做阿羅漢 所以 學佛的同學 一定要記住 佛陀 菩薩 羅漢 是佛教裏面 學位的名稱 好像現在大學裏面的博士 碩士 學士 佛不是神 菩薩也不是先人 與先人不相干 佛陀 佛陀 是凡語 液成中國的意思叫做覺者 就是覺悟的人 它與中國聖志有一些相應 中國人稱聖人 聖是什麼意思呢?明白的人 對於世出世間一切的法 它通達明了 中國人稱它為聖人 菩薩 佛陀 有這個意思 但是 比聖的意思 還要廣 還要深 因為佛法是講過去講未來講全宇宙 它的範圍沒有極限 這是中國聖志不留包 佛陀 包括了 是佛教裏面最高的學位 學位每個人都可以獲得到 好好的讀書都可以獲得到博士學位 上帝 上帝 這個就不行了 不能夠講人人都可以做上帝 人人都可以成神 神是唯一的真神 它與人是不一樣的 佛與人一樣 有一切的眾生都可以成佛 佛與人是平等的 這個不能夠不知道 迷了智聖 就叫凡夫 誤了智聖 就是叫佛 佛是究竟元悟的覺悟 覺悟未有達到元悟 稱為菩薩 所以菩薩是第二個學位 阿羅漢就是剛剛覺悟 這是最低的一個學位 好似學士 但是他真的有成就 他的成就 就是現在所說的 見師陳沙無名 見師煩惱斷了 正阿羅漢 陳沙煩惱斷了 正菩薩 無名煩惱斷了 叫成佛 條件就在這裏 總覺這個聖人沒有這樣的條件 佛這裏有這樣的條件 很清楚地 擺在我們面前 八萬四千的法門 法是離苦得樂的方法 方法有八萬四千 方法有無量無邊 不理用什麼方法 都是 喘 見師陳沙 無名煩惱 所以 禁江經常說的 法門平等 無有高下 今天 這三種煩惱 都是非常嚴重 原因是沒有人去教 沒有人會教 整個世界的動亂 有些人 有識的人士 高等知識分子 沒有一個不擔心戰爭 為何會有戰爭呢 衝突 為何會有衝突 把眼前的李根治看錯了 美國跟伊拉克的戰爭 這個是布殊總統 我住在美國的時候 住在德州 在那邊建立了一個道場 那時候 他是德州的州長 好像是中國省長一樣 我在那時候認識的 他還送我一個 德州的榮譽公民 他做了總統之後 要請我到白宮去訪問 這個時候我正好在澳洲 移民到澳洲 在澳洲 召見 正中學院 所以我就沒有去到 我寫了一封信給他 正好那時候是醞釀這個戰爭 我就勸他 不能夠用戰爭手段 來解決問題 可以用和平的方法來談判 我們大家都很清楚 美國的目的沒有其他的 還不是想要石油 拿錢買幾好呢 兩方面都會歡喜 何必用戰爭的方法 戴戰爭的方法 開戰容易 收尾就很難了 到了以後真的收不到尾了 第二次 發生戰爭之前的三個月 我寫了一封信給他 他也邀請我 我們到白宮見了一次面 戰爭爆發了 真的 收尾就麻煩了 所以我亦都說這場戰爭打得好 為何會說打得好呢 讓別人看到這個戰爭的後遺症 不敢再輕易發動戰爭 後遺症是甚麼呢 後遺症變成了恐怖的戰爭 這是沒有人想得到的 這樣美國真正上到斧頭了 美國在過去確實是人間的天堂 人民真是自由 我們住在美國 出國到國內的飛機 我們送朋友 送到哪裏呢 送到飛機 進了一個艙裡 找到他的位置 讓他坐好 行李放好 再握手告別 是這麼自由的 剛來就好像坐巴士一樣 恐怖戰爭一爆發之後 緊張了 檢查得非常嚴格 檢查對大家感到得非常不方便 送客的人不能夠接近飛機 不能夠進去 這個對於人民的生活 造成了嚴重的傷害 甚至於嚴格檢查的時候要搜身 這個認到很多人不敢到美國去 認為脫衣服搜身是一種侮辱 不願意去 我們細心地觀察 每個國家財政的收支 最大的開支是什麼呢 軍費 這個令我們感到非常難過 中國在古代 最大的開支是什麼呢 就是教育 中國人重視教育 在行政體系裏面 將教育擺在第一位 換句話說 一切都是為教育服務 這個國家是長治久安 未有將軍事擺在第一位 教育部在從前叫做禮部 因為事情沒有現在那麼複雜 古時候只有六個部 禮部尚書在六部裡 六部裡放在第一位 重視教育 載上有事不能夠事事 禮部尚書代理 從這些地方你就能夠看到 中國人對教育的重視 教什麼呢 跟內國人跟現在的人完全不一樣 現在一開始就把人教壞了 人心壞了 中國古人有說 子不教人心壞了 家不齊社會亂 現在有學校教教什麼 把他教壞了 教什麼呢 教競爭了 哪一個父母不是教兒女去競爭呢 讀書要拿到第一 什麼都要第一 這個是對孩子一個錯誤的觀念 這個根是不好的 中國的教育 從千萬年前 我相信 我們中國傳統文化 至少有13000年的歷史 不是五千年 五千年就是有文字記載 沒有文字不能夠說沒有文化 我相信我們的老祖宗制定的 我相信我們的老祖宗制定的 真理的教誨永遠不能夠改變 中國老祖宗有智慧 留給後世子子孫孫定下來 永遠不能夠改變 四科 第一個是五輪 第二個是五常 第三個是四位 第四個是八德 簡單 扼謠 口傳也不會錯誤 最長的就是五輪 五輪總共有二十個字 會傳錯嗎 我相信全十萬年 它也不會傳錯一個字 這個就是中國的教育 老祖宗對後人的教育 父子有親 夫婦有別 溫慎又有異 獎友有聚 朋友有信 五輪是道 這是中國傳統的大道 這是中國傳統的大道 每個人都能夠遵守 個人身心健康 家庭幸福美滿 社會安定和諧 國家富強 對處理整個世界 天下太平 今天說的是 磨懈世界 中國人說是平天下 所以國家是盛世 只要將這些東西做到 效果就出來了 周朝 有成康之志 唐朝有精官開園 漢朝亦有民警之志 唐朝有精官開園 正朝 有乾康盛世 這個成就 超過古人 靠什麼呢 就靠這些 從小教 人人都遵守 這個是人走的道路 人如果不守 這個就不是人 本人所說的 人沒有淪愛之人 你沒有辦法超越五輪之愛 你必須要遵守 五輪是道 五常是德 做人 必須要具備的德行 這個是道德 只有五個字 更好記了 人以理自信 做人 要懂得愛人 幾所不欲 密思於人 人是意人 想自己就想到別人 人是愛 人是愛 二就是講你的 起心動念 言語造作 要合情 合理 合法 這個是二 情理法 你看 面面都顧到 立法 照嚴格 執行 要通情 達理 要寬厚一些 法律制定得很嚴格 但是執行的時候要寬厚 中國人心 愛心 能夠看得出來 禮 禮是禮節 亦就是規矩 亦就是規矩 加油 加規 剋優 各法 沒有規矩就亂了 所以制定這些規矩要遵守 最近這十幾年 我們提倡弟子規 這是中國傳統 教育中 最重要的一個環節 它是教育根本的根本 我為何想起這個呢 就是這麼多年 在國外走了很多地方 看到我們佛門的同學 在家的十善業做不到 出家的 沙薇律兒也做不到 究竟是什麼原因 為何古人能夠做得到 我們就做不到 回過頭來一看就看出來了 我們這一代的人 沒有了扎根的教育 不能夠乖父母 父母是不知道的 亦不能夠乖祖父母 祖父母也不知道 中國傳統這些教育是好的 應該是疏忽了兩百年了 好多人說 應該是從慈禧去算起的 這個有道理 慈禧太后 將中國傳統文化跟佛法疏忽了 她不知做 稱代從開國到咸豐 咸豐就是慈禧的丈夫 世世代代都是歸於三寶 三寶的弟子 自稱自己為老佛爺 將佛菩薩擺放在兩邊 她在中間坐起來 雙行嚇孝 這個大頭大得不好 這樣一開端 政府官員跟民間 對傳統的文化 對大成佛法 奉敬的心 就減退了 不是沒有的 降了溫 這樣一降溫 一年比一年低 到了清朝滅亡之後 題都沒有人去看 所以現在講中國傳統文化 很多外國人研究的 比我們知道更加多 我們自己中國人是不知道的 這是悲哀的 我們要救傳統的文化 為什麼呢 傳統文化是佛法的根基 沒有傳統文化 佛法就不能夠建立到 佛法是師道 傳統文化是孝道 師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礎上面 人不孝父母 不會尊重老師 不尊重老師 老師怎樣好呢 教他的東西 他都學不到 他體會不到 他會把這些東西都曲解了 誤會了 他沒有真正體會到 錯誤的體會 這個事情很麻煩 所以我們先提倡 余色道這三個根 現在戒律 為什麼不能夠遵守呢 他的根就沒有了 根之根 就是 第一次規 所以我們還要 依從 佛陀的教誨 看來 《半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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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不一样了 劝进行者就是教化众生 前面十个是智利 下后面一个是利他 自己成就了要帮助别人 这三个根 帝子规落实在效趁进士 慈心不杀落实在太常感应篇 后面收十善业就不成问题了 确确实实 明清两代 佛门里面无论是出家的法师 在家的居士 都是用公国格的 绕帆四份的公国格 言辞大师也都用 公国格是以太常感应篇 太常感应篇一共说 善有善果 恶有恶报 总共有一百九十几种事 这些动势正放在心上 人不敢起恶念 为何呢?有果报 道德约束人 人就不好意思作恶了 因果令到你不敢去作恶 道德令你不好意思作恶 所以因果比道德更要好 更厉害 人有了这种基础 是好教的 所以我们提倡 从三个根 如释度三个根 人 从这里落手 我们普遍在这里宣扬 有效果 在国内国外 大家慢慢地觉悟 因不能够害人 因不能够有恶念 害人最严重的就是战争 战争是如何发起的呢? 从冲突发起的 冲突如何发起呢? 从竞争里面发起的 所以今天学校 从幼稚园就教竞争 那是什么呢? 就是令到天下大乱 天下不能够不乱 你教出来的 我算是很幸运 这样的年龄 在中国传统文化断层的边缘 被我小两三岁的人 这个机会就没有了 我是最后看到的 传统教学 中国民间的私属 抗战之前 我也是幸好生在农村 如果是生在城市 那我的缘就没有了 生长在农村 农村的时候 还有大家族 兄弟不分家 是一个大家庭 我们还可以看到 我看到这个大家庭 自己的家庭衰落 是我姑妈的家庭 我们正在那里住了五年 四五年了 是我父亲的姐姐 我姑娘 兄弟十个没有分家 生活在一起 所以我看到 有这样的概念 大家庭的概念 大家庭里面都有规矩 如果没有规矩 家庭就亂了 大家庭里面 有养老 欲兽 欲幼 他有他的好处 父母自己不会教小孩 家教 家族教 家庭 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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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父 祖父母 甚至高祖父母 都在 叫做五代同堂 五代同堂 五代同堂 比较少些 四代同堂 便会有很多 这个家族 一家人 小孩教些什麽 都要教养 如果教僧 每个人都僧 家族便完 马上便完 都是教隐养 兄弟姐妹之间 这个堂兄弟 从兄弟 再从兄弟 在一起 都要讲养 养就不会争了 从小都教隐养 稍为大一点的时候 教谦阳 自己要学谦虚 长大 踏入社会 便离养 一路养 到抵架 所以 他这个社会安定 和谐 太平成勢 不能够争 中国文化里面 说争 孔子说过 争是什麽 只有射箭比赛的时候 我一定要射中他 不是你个人练习好 争这个 这个是君子之争 这个是东方教学 跟西方的智慧不一样 理念不一样 方法不一样 当然 它的效果不相同 中国在这方面 非常瞄不起 累积的智慧经验方法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 民族都找不到 这是好的东西 难怪 唐印比博士赞叹 要解决 要解决二十一世纪的问题 需要中国孔孟的学说 带成佛法 这是他所说的 歐洲的一些学者专家 我见到很多 提到这件事情 他们也不敢批评 亦不敢相信 这是真的 唐印比博士没有说清楚 我和他接触的时候 我说大家解读了错误 提到孔孟学书 一定是上到四书五经十三经 他们点头 提到大乘佛法 一定上到花言法 波野 上到这些大经大论 这些他都去研究过 读过 可以解决现状的问题吗 没有一个人敢说 所以我跟他们交流的时候 我就打了个比喻 跟他们说 我说你们所看到的 看到余根佛 你们看到的只是花果 余加根大成的花果 不是一般人能够接受的 花果在哪里 从枝叶上涨出来的 枝在哪里 枝是从干上涨出来的 干在哪里 干是从本上涨 本在哪里 本在哪里 本就是根生的 我说你这一望 你就能看得出来 我问根是什么呢 带成的根是什么呢 越简单就越好 不能去啰嗦 孔若成仁 孔若取义 孔若的根就是仁义 每个人心中有人有义 可以解决问题 论语里面说 《夫子之道》 《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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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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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多年參加聯合國的會議 我們的主題講演都是勸大家 最好能夠將核武消毀 將這些錢用在教育上 用在幫助苦難人民的身上 職大的功德發展武器是最大的錯誤 不可以 我亦都講過不少次 美國的核武可以消滅中國100次 中國的核武可以消滅美國一次 一次和100次都是平等的 全部都是圓的 所以你想一下這個戰爭能否打呢 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信仰 可不可以在一起生活 我們已經做出一個洋版出來 澳洲和文巴這個小城 他們用了一年的時間做出來了 詳細的報告我還未看到 真正做出來 我們過去湯池這個小鎮 現在這個地方是一個城市 規模比我們上一次大 是由當地十幾個宗教出來領導的 宗教和諧 大家發現 我們團結 交到我們的信仰與不同的宗教和睦相住 平等對待 互相學習 將我們居住這個小城 造成世界上第一個多元文化和諧示範城市 好啊 我在這個小城住了十一年 我在那裡的夢想 沒有想到夢想成真 因為這些是宗教領袖人主動來跟我說的 不是我要求他們 我說這個太好了 你們一年能夠做出來了 我一定想方法 在聯合國辦個活動 將這個小城向全世界展示 歡迎大家來參觀 來考察 講明些什麼呢 講明人可以在一起生活 不是要爭取你死我活 不是的 這個是錯誤的思想 和睦相似 平等對待 這個才是正確 宗教怎樣團結呢 我團結宗教用那個字 愛 因為這個字 每個宗教經典來端都講的 佛教講慈悲 以斯蘭教講仁慈 聖經 聖經是三個宗教用它 猶太教用舊約 基督教用新約 天主教用新舊約都用 所以他們這三個教 有人來問過我 歐洲人 問我對他們怎樣去看法 我說他們都是一家人 三派 猶太教 皇上那一派 天主教 皇后那一派 基督教 太子那一派 他們聽了都很歡喜 這個比喻很恰當 但是 怎樣說呢 通通講神愛世人 上帝愛世人 所以我們用這個愛字 團結世界上所有宗教 都能夠接受到 宗教這個愛字 可以團結不同的族群 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信仰 通通變成一家人 所以我在聯合國建議他們 聯合國應該扮一個世界 宗教的大學 目的就是令到所有宗教 變成為同學 每一個宗教成立一個學院 大家都是一個宗教的大學 一個學校 我們學的科系不相同 真正能夠讓聯合國來帶頭 將全世界宗教統一起齊 宗教之間不再有摩擦 不再有誤會 不再有戰爭 宗教帶給社會是永久的和平 非常有信心 非常有信心 我在99年 團結新加坡九個宗教 跟著這幾年來 印尼宗教團結 澳洲宗教團結 馬來西亞宗教團結 好事 宗教要互相交流 一定要多些的接觸 不能夠自己搞自己的 自己搞自己的 至於 Hello 產生了煙會 展生偏見 我們中學古人說 見面三分請 要遲遲見面 甚麼問題都可以解決 不見面很麻煩 我能考猜你 你我都猜錯 這個是以我傳我 這是非諦的 非常危险的一件事 必须面对面 你看伊拉克当时 如果布殊总统跟伊拉克 总统见面 问题就不解决了吗 何必要发动战争 这场仗打了这么多年 战争时死亡很多人 然后这些暴力事件 在后遗证里面 还死了好几千人 不值得的 花的钱 如果拿这些钱来买石油 要买多少呢 伊拉克全国的产油 都买给你可能还不够 你说 为什么不拿这些钱去买石油 要去打仗 跟这个国家民族 结尚了仇恨 这个仇恨生生世世 如果不能够化解 就圆圆相捕 没缘没绕 这是因果 我们相信 他们不相信 因果是真的 不是假的 所以战争 决定是要避免 希望全世界的人 人民头脑清醒一些 喜欢打仗的 不要选他做总好 这是好的办法 所以宗教团结起来 有用的 宗教团也是爱和平的 我们都选爱和平的人 来领导这个国家 避免一切 有形无形种种的战争 要用一个爱心 对不同的族群 不同的宗教 不同的国家 平等的爱心 和目相处 我们求世界大统 将来整个世界 变成地球上的太平盛世 观光旅游 何必还需要护照 这么麻烦 这些东西取消多好呢 一家人 我们努力向目标奋斗 这也是佛诸勤苦生死根本 佛教导我们 圣人 宗教经典都教导我们 对于宇宙人生 有正确的看法 有正确的思想 我们就有正确的言论 有正确的行为 中国这些东西是很健全的 佛教的戒律 都是教我们断恶修善 以士兰的性分 内容是非常丰富 亦是教人断恶修善 以士兰古兰经里面的 有圣战 不得以 敌人侵略我们 不能够不抵抗 中国过去 跟日本人的八年抗战 是圣战 湖南境里面说圣战 为何呢 保卫自己的战争 不是侵略的战争 不是侵略的战争 古兰经里面 跟别人说 战争的时候 敌人放下了武器 就要将他当为自己兄弟 一样看待 不能够虐待他 这是在战场里面 经典里面 明文地记载 以斯兰是阿拉伯语 意思就是和平 这是爱好和平的族群 爱好和平的宗教 但是经典 要认真地教学 不教学 人家就不懂 讲圣战 是神保佑你 你就去参加 做这些傻事 你被人骗了 通通讲清楚 讲明白 就不会被 这些少数极端分子利用了 啊 宗教不可以迷信 宗教要学习经典 仪规固然重要 经典更加重要 不懂经典的确 会被人利用 佛教也是 有些不善的人 利用佛教 在里面 拿得明文来养 拿来搞这些东西 甚至于 甚至于 我还听过 有些很聪明的人 大学毕业了 他去出家 他为何呢 出家人 搞明文利养 比在家方便些 还要高 你看看 共养的钱 不需要纳税 还有这些 这样的念头 这些是绝大的 错误啊 这样的心去出家 他不能够到极乐世界的 他将来会堕到地狱那里 不要以为很聪明 错误啊 佛门这碗饭不好吃的 施主一粒米 大鱼衰微山 金生不了道 披露大角环 这个出家人 大家都会知道 怎样在这些金生了道呢 你就不会辜负 齋主对你的期望 那就对了 所以我曾经说过 出家给土饭 的饭难吃 土饭的人给了你 没有求你的福报 出家人 他们种福田 我们是福田吗 我们有多大的福报啊 能够加持他 没有福的 我们全部都是靠释迦牟尼佛的福 不认真修行 就不是福田了 如果不能够不知道 政团一定要团结 不可以有门户之见 不可以有门户之见 有些人为了自己的小道场 在信徒里面自赞毁他 菩萨戒 这条戒是最重戒 目的在哪里呢 目的是把其他的信徒拉到我这里 来供养我这家里 贞名夺利 同样是一个中牌 都是修正的 两个都没有往来的 形成了两派的对立 那还能够往生吗 一个都不能够 你如果要问 这个毛病到底出在哪里呢 出就是对于经教不明白的过失 如果将经教说清楚 说明白了 那弊病就全部没有了 佛教是这样 其他宗教也是这样 没有例外的 所以我就劝大家 宗教要回归教育 宗教要互相学习 世界的宗教是一家 都是神圣圣的子弟 神圣圣的赐福 就是经典 就是教会 如果依照经典 依教奉行 真正得到福 言语有所谓 佛事门中有求必应 这个话是真的 不是假的 真正 那是什么道理呢 这是圣得 那是什么道理呢 自性 法以如是 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 决定以教奉行 对于世间的事 因为你的心是正的 你的心 八片八邪 不迷惑 那就是智慧了 你看得其他人更清楚 看得比别人更深更说 你就能够解决问题 所以 这一句我们要非常重视 佛诸勤苦生死根本 这个就是邪之邪见 邪之邪见 头一角 新见 学法第一角 破新见 新不是我 不是我 以为是我 错了 为这个身 仰这个身 教命文你仰 贪恋五欲六尘 你造作这些 这个是错的 这些造作所感的 都是三套地獄 读圣言书 未有一张身放下 心善行善 将来的果报是三善道 三善道是少理的福报 三恶道 亦都是消理 恶报 统统是消业的 佛法 佛法是善恶两边都没有 不单止善恶没有 染症也没有 这才是真正的清淨 不单止善恶 都不尖的 断恶不着断恶的相 修善不着修善的相 那才是真正自在快乐 无论在顺境或逆境 没有不快乐 心地要做到一刹不厌 念佛的人就一句阿弥陀佛 一角方向 一角目标 一角方向 世方极乐世界 一角目标 亲近阿弥陀佛 这样就可以了 你要断烦恶 千万不要添烦恶 添烦恶就全部错了 看下这一科 圣佛道 这是我们学佛终极的目标 促成无上正等正觉 这里特别要注意到促成 很快就成就 真的吗 真的 大乘佛教里面 决定是无妄于 怎样能够促成呢 你能够将 见诗 尘沙 无命放下 就成了 即加为佛 和我们做了个表演 举三十岁程度 在菩提树下 将见诗尘沙无名 统统放下 此就是大 Phantom 大撇 大悟 明心见证 见证成佛 十九岁出家,放下烦恼掌。 三十岁成道,放下所知掌。 他十九岁出去参学,学了十二年。 印度的宗教,学派,统统都学过。 不能够解决问题。 他有什么问题呢? 我想现在有很多年轻人,都有跟他同样的问题。 印度这些宗教学派,统统是修四善八定。 我们相信,释迦牟尼佛四善八定功夫一定非常高。 修得到这些禅定,对于六道轮回的现象,完全通达了解。 试验定里面是没有空间为止的。 就是时间空间都不存在。 他的范围是六道轮回。 但是,这个六道轮回从哪里来呢? 为什么会有六道轮回? 六道轮回之外,还有没有世界呢? 这个问题,印度的宗教不能够回答。 印度的哲学也不能够回答。 所以,西村就放下了。 在菩提树下入更深的禅定。 需要甚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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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所不能够回答。 我们便到了甚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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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疑押。 之后是甚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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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着不禅定。 甚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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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着。 真心是不动的 真心是没有念头的 他见到了 这个叫明心见性 这些与修学与识字学经教不相干的 所以凡夫成佛真正能够促成的只要你放下 我向张教大师请教 佛法里面有没有什么方法令我们很快地进入境界 你看我告诉他,他就跟我说看破坊下 就是入境界了 一点也没错 看破坊下是用最浅显的言语告诉我 我当时刚入坟门 就是佛大乘讲的子官 子是放下,官是看破 子官是禅定 子是放下一切 官是通达明了 从初发心到如来地 就用这个方法 先是看破,帮助放下 放下帮助你看破 看破再帮助放下 好像上楼梯那样 从初发心到如来地 言语简单 记决就告诉我们 我们现在知道了 真是假的 特别是量子力学家 跟我们说 德国 帮 ,阿叶斯坦的老师 她一生专门研究弥质 物质到底是什么 蜜底揭穿了 物质是念头波动产生的幻想 《世界报告》中说 根据他的研究 世界上根本没有物质这些东西 物质是假的 这个假是生灭相 一个接着一个 一个接着一个 相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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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似 不是真相似 真相似 前念跟后面完全相同 这叫相似 前念跟后面不相同 念念也是独立 这些东西就像我们看电影 现在电影是数码 速度快 从前电影是动画的 是幻灯片 所以就很容易体会到 这是以前电影的底片 这是完全的幻灯 在放映机里面 在放映机里面 一秒钟 二十四个生灭 在镜头一打开 一张 照在螢幕上 立即删开 再打开第二张 一秒钟 二十四张 我们在电影上看到的 就好像是真的 其实是很多张 搭在一起 重叠在一起 我们看到这个是假相 不是真的 完全是假相 如果是真的相 一张 我们能够想象就得到 我们只要留一张 一秒钟 二十四张 我们只留一张 其他通通都不按摩 将它放在放映机上面 我们在银幕上 睁大家眼睛看 能够察到 察到的 察到什么 有一道光 一下就没有了 一闪就没有了 这个光里面 什么东西看不清楚 二十四分之一秒 我们真的看不见 只知道是有一道光 这个眼睛是很差的了 现在佛跟我们说 你看看 世尊跟尼立菩萨的对话 佛问尼立菩萨 心有所念 凡夫心里面的念头 佛问 己念 己相释也 有几多个世尾的念头 有几多个相 有几多个色呢 有几多个色呢 那就是五韵了 相就是色 色就是受想行色 有几多个色呢 三十二亿百千年 我们就不敢想象了 一坛 三十二亿 单位是百千 一百个千是十万 三十二乘十万 一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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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百二十小 一秒钟 我们能够弹到多少次呢 我相信 年轻人 年轻人 有力气 至少可以弹到五次 如果弹五次 再乘五 这一秒钟 三百二十小 乘五 一千六百小 电影 一秒钟 二十四张 我们现前 这个境界 一秒钟 就是一千六百兆 所以就是在你面前 你完全都不知道 我们今天所讨看到的相 相似相逐相 真相 无人知道 佛怎么会知道呢 佛说了 八地以上 知道 要有八地以上 这样的定功 你就看到 看到了宇宙的缘起 什么时候缘起 就在当下 没有过去没有未来 过去未来 是初五的概念 没有过去未来 所以是促成的 今天量子力学家 帮我们很大的忙 佛经里面 很多很多的问题 他证明了 但是他成不了佛 原因在哪里 他不是用禅定得来的 他是用仪器 用数学 用仪器 观察到的 所以他还有 有 见智沉沙无名 你虽然知道 这是常识的 宇宙之间的秘密 你发现了 你知道了 你不能够了生死 你出不了六度论会 但是对这个学佛的人 有很大的帮助 学佛的人懂得 过去放下 假的 真是假的 房子也是假的 地球也是假的 整个宇宙也是假的 还所有上 皆是虚妄 一切法 无所有 就是不景空 不可得 不可得 要去上得 这个就是迷惑 不可得 放下 就是觉悟了 你如果去放下 你还是要求得吗 放下 没得的 你说我要上得 你根本就得不到 上得就得到 设加玛丽佛就拜你做老师了 你有这样的本事 设加玛丽佛 没有这样的本事 每一个策 都是留不住的 而且是怎样 当住出生 随处就灭尽 真是妙 无法想象 不可思议的境界 这个是成正觉 阿弥陀佛 他怎样成正觉 中的俗字 这个很好的 两个俗字 畜生我察 受安乐 畜生无相 正等正觉 不可思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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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心 发葬菩萨的智慧 发葬菩萨的 愿力 真是能够满愿的 你一念觉悟放下 问题立即解决 就坚声了 不能够一下一念觉悟 底下一念又迷了 我们犯的无病就是这 大家看一下 听经的时候 好像觉悟了 遇到事情马上就迷了 沒辦法像衛林大師一樣 覺在之後,他能夠住在這個角裏面,他不是了 這就是促乘正等正覺 所以凡夫成佛跟你說真話是一念之間 跟你說很久很久,要說無量劫,要三大奇劫 那為什麼?他會刺激你 這不是真的 真的就是一念覺 覺馬上奏方下 我們今天麻煩的,跟科學家犯的一個毛病 覺了,明白了,放不下 不是就是這樣的事情嗎? 放不下就變成了佛學 能夠講,講得天花論序 自己就是出不了六讀論會 這就是將佛法變成了佛學 現在的名字叫佛學 是世間的一種學術 是世間的一種學術 佛怎麼說的 跟我們沒有相關的 不知道佛所說的 就是我們自己至聖裏面本來有的東西 佛講,我講是一說,是一不適宜 偏偏將二 體作二,不能夠回歸到一 問題就在這裏了 真正回歸到一 天下本無事 現在社會無事 地球爆炸亦都無事 為何無事呢? 是幻想來的 一年當中產生的幻想 不是真的 這裏裏面的學術就很大了 這裏面的學術就很大了 這裏面的學術就很大了 這裏面的學術就全部明白了 全懂了 其實應該不漂亮 就是蠻 ơi Surprise 這裏面是世界的形象 如何去保持的? 這麼意典 一定要記住 佛是經常說的 被現在科學家證明了 avec eso 这句话你如果真的明白了,我们身体的疾病自然可以自己控制,不需要去医疗,用自己的清淨平等觉,就能够将自己的身心调整,完全恢复正常的生活。 健康,没有念头的,念头只准有一个阿弥陀佛的念头,不允许有第二个念头,阿弥陀佛无量寿,我念阿弥陀佛就是无量寿, 要将这个身体转过来,这个身体现在要用它来导众生,知道这个世间是假的,好像发梦一样, 我知道在这儿发梦,我不需要醒过来,我要帮助梦中的众生,可不可以醒呢?可以的,醒过来之后就无了,无有众生可度的。 但是在这儿发梦中,还有很多众生,还在迷惑天岛,好像我过去一样, 现在我觉悟了,我有义务,我也应该去帮助他们,为什么呢? 他和我是同体的,是一体,同体大悲,无怨大慈。 这个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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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解决,众生统统都解脱 为什么呢?众生和我是一体 所以化炎经的问题解决 什么问题?情与无情,档源总治 这个问题很难解决 我初学佛的时候,在佛江山教书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六个老师在一起 姓文梅姓,我一个 我们三个出家老师,还有在家的方伦居士 唐一元居士,教佛学的 另外有一个教音乐的 在一起,姓文法师就提出了 情与无情,档源总治 如何去说呢? 有情的众生成佛,我们就没有问题了 无情的众生,树木花草,山河大地 他如何去承罚呢? 将我们这几个老师,包括唐一元,唐老师是在家的居士 所以发觉功底很深,这个时候八十岁 都没有办法说清楚 最后的结论就是看古人怎么说 如何注解,依样或葫芦 现在明白了 现在懂得了,为什么呢? 原来我们认为无情 佛随信我们所说的 说无情,其实通不通都是有情的 但佛经常说过 我们没有在意的 看不到 佛港没有大小 没有内外,没有远近 和我们说不疑法门 这个大经里面说得很多 不是说这个问题吗? 情与无情,不疑是一 尼拉菩萨说的 任何一个物质现象里面 通通都有受想行识 忽问亦就是这个意思 念 念头一动,由上由识 每个念头里面 由上到由识 它是分不开的 刚才我们所说的 一秒钟 一千六百兆的念头 每个念头 都由上到由识 换句话来说 整个宇宙都是活的 今天说是有机体 如果承认整个宇宙是活生生的 你能够不将这些这样的思想 念头 痛痛防咸吗? 为什么呢? 错的 真心来念,无念头的 有念就是妄心了 有念做业,无念不做业 无念它是真的无念 虽然无念有一切明了 不是糊涂的 如果无念什么都不知道 这是无想定 这是不行的 这是完全堕落在无明里面 无念 样样明了 这个是真的无念 好像一片的湖 这个湖 这个湖 湖水 干净 无盐污 没有风落 平吉 好像一面镜一样 它无念 它什么都照见到 无想定 无想定 就是无念 它什么都知道 不知道 无想定 亦不容易 无想定 生无想天 在第四点 这是大错特错 所以佛的善定是定位等学 定中就有位 位中有定 讲到这个根本 你看定中 物质现象定中 它有受想行识 它是一体的 它不能够分开 这个道理很深 真是太深了 如果不是科学家的破解 我们对这个问题 这个就像唐一元老师所说的 在古人注解 医药画古老 这个问题 总是在心上 解决不了 这个就是宗门所说的 疑情 不是否定它 不是怀疑它 没有搞清楚 总是放在心里面 潜中说 小疑有小悟 大疑有大悟 不疑 那就没有开悟的希望 所以疑情是好事的 不是坏事 你不要去想它 如何去解决 想不出来的 只是有缘成熟了 就豁然开悟 所以没有疑的话 它就没有疑情 它就没有开悟的机缘 要有的 但是要相信 正正相信 太深了 不能够明白是什么意思 这样才有开悟的机会 所以开悟 所以开悟 正正想开悟 走 戒定位 三合 是十方三势 一切 菩萨 聖佛 唯一的一条道路 没有第二条 你想再找个门道 你就错误了 恩戒得定 恩定开悟 戒修好了 天下就太平 所以 现在的人不重视戒律 人心坏了 社会乱了 乱象 没有办法去收拾 往后就越来越乱 乱到最后就是世界末日出现 整个地球毁灭 怎样去拯救呢 唐印比的话是正确的 要从教育 恢复传统的教育 恢复传统的教育 恢复大乘的教育 恢复传统的教育 四百年前的人 怎样生活下来呢 历史上记载的四百年前 有个太平盛世 有个辉煌的成就 现在虽然有科技 我们的生活 比不上古人 古人的心清静 真有快乐 现在的人没有快乐 现在的人生活在恐怖当中 无论有多高的地位 多大的财富 他的心性就不安乐 我见过了 亿万的富翁 跟我说 晚上睡觉要吃安眠药 吃上瘾 无按原药就不能够睡觉 你便想到他多么痛苦 地位再高的 一日 他要听很多的事 很多的信息 古大德教我们 知事小事烦恼小 知人多住是非多 你要认识那么多人来做什么呢 不是是非多吗 所以一个人清心寡欲 我大概有五十多年了 没有看电视 没有看报纸 没有集资 我这里是没有信息的 我手机都没有 不要了 省事 而 何必要听那么多的信息呢 和你带来麻烦恼 不听 心就清静了 你有权利 放送这些信息 我有权利不去接受 我每天都是看佛经 圣言的典籍 我和圣人在一起 我和佛菩萨在一起 我和佛菩萨在一起 你说有多么快乐呢 这个事情 现在人不行的 有可能和古人同样的心情 同样的慈祥 只是你愿不愿意去做 愿意这样打听 那里去打听 那就麻烦就大了 是你自己找烦恼 叫做自尋烦恼 不是烦恼来找你 你正在找烦恼 我们只是不肯 不接受烦恼 他就没办法来找我了 我们突然碰到这个事情 我们看得给他清楚 看得给他准确 心地亦清静 起心动念是智慧 不能够有欲望 就是不能够有自私自利 不能够有明文利养 不能够有贪亲自闻 这些东西都是害死人的 有这些东西 智慧就生不起来了 负面的东西全部要排除 统统要放下 你遇到的 这个反应是智慧 传统里面的教学 教背书 佛教里面也是这个事情 我第一次来到香港 1977年 35年前 在香港住了四个月 讲灵验经 香港有一位海人老和尚 那个时候是九十多岁 我去见他 他是灵验的专家 香港人称他为首灵验王 我这个是晚辈来的 刚出来出家学讲经 见到他老人家 他有六个学生 他的方法就是一门深入 一生转供灵验经 对灵验是非常熟透的 灵验经连住解都能够背 我们真是佩服他 他选择的住解也很特别 我们知道灵验最出名的住解 古著就是长水 新的住解就是交光 他都不用这两个人 他用偶益大师 偶益大师有灵验经文具 他是连经带住解 通通背过 做他的学生 也都要这样 这个住解 令验民具不能够背 他就不收你做学生 所以一生只有六个 我们知道了 传统教学法里面的精神 如果是背书 为了背书做他的学生 这个学生书能够背到 不会开误的 如果觉得背书是我修行的一个法门 我应该认真这样做 他会开误了 为什么呢?背书就是法 就是戒律 用这个来做戒律 背书就是修禅定的 连连都在这个文字上面 没有第二个念头 所以他连连了 连一次变 两千变 三千变 四千变 谷言就大误 他开误了 还是戒定位 用背书来做手段 我们才知道 中国老祖宗的智慧真是了不起 从西教小朋友背书 为什么呢? 背书他就减少一些胡思乱想 不背书 小孩也会胡思乱想 用背书这个方法修他的心 令他的心保持平静 他定了 从小就这样训练 他慢慢就会开误 这样输背熟了 这是附带的 不是主要的目的 是附带的 主要的目的就是叫你 所以佛经的教学和世间的教学是不一样的 但是佛教传到中国来之后 佛教这一套方法 就是定位的方法 余接受了 到也都接受了 虽然是接受 也有相当的成就 不彻底 不彻底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我没有放下 放下了我就彻底了 没有我 禁光经前半步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仇者像 便又不得到三味道理 便又不开悟的道理呢? 依戒定位 我仍在 得三味就很难了 背中 可以的 没问题 你 他能够背 这是孔子所说的 既问知何 不足以为人事也 中国古时候 去人老师要开悟才行 才能够做老师 开悟是怎样的? 活的 没有开悟是死的东西来的 所以 无我 比什么都重要 一定要明白 星是空的 智星 空直 什么都没有 但是 能生万法 所以叫真空不空 他能够生万法 万法是妙有 妙有非有 这样一来是什么呢? 成空 妙有两边都不沾 你才能够真正进入门 你沾着真空 不够境 你心不清静 沾着妙有 也不清静 佛法是什么呢? 佛法不能够说的 开口便错 动念即歪 这是真的 真的 世尊亦表演了 念著书花微笑 这是真的 谁知道呢? 只有家一个 家业尊者知道 佛法是空有两边不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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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伸政契入境界 神秀 跟随了五祖很多年 为何不能够建成呢? 我没有放下 《坛经》里面的记载 你会看到了 他作的计划 不敢送给五祖 不放心 最后没办法 写在墙壁上 五祖赞叹 我就出来说是我作的 五祖赞叹就算了 不要提了 你看 没有放下 威能一听这个计划 就看穿了就知道了 未坚声 把这个计划修改一下 《菩提本无庶明镜亦飞台》 改了 按一改 五祖赞叹 不早就知道了 知道有个人懂的 明白了 立即把这个计划拆掉 亦都没有开吻 跟大家宣布 派人家害他 他保护他 所以祖师这些东西 实在是不得了 真的 中国 中国这些贵宝 能够救全世界 能够全人类 我们要认真地去做 尤其是年轻人 在哪里做起呢 从扎根那里做起 帝子规感应篇要做到 为什麽呢 中国唐朝中叶之后 祖师太太他们 将小盛放弃了 但是不从小盛做起 决定不能够成就 所以中国祖师 用余根道 代替了小盛 这样可以的 这一千三百多年来 出了不少祖师太太 说明是可以的 但是今天 如不学 道也不学 小盛都不要 大盛架空了 这个问题严重了 全部都是假大盛 不是真的大盛 所以 还是不如斯里兰卡 斯里兰卡真小盛 这个小盛 人民全部都落实了 他们出家的人 对于小诚经都会说 小诚经讲伦理讲道德 都是劝善的 人物个都是善良的 个个都是没有竞争的心 都是知足常乐 常乐是怎样的呢 不求 所以社会非常安定 很难得 这个有一个好的地方 到那边去看到佛教 落实在人民生活当中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学到这里了 我们就学到这里了